其實年齡真的不是最大的問題 能力才是問題 但能力也不見得是 這一波選戰當中最大的考量 而是很多的所謂的世代的交替 還有要慎選 所以必須要有更多一點的想法 就像蘇貞昌他自己先前 很多人在提到所謂五輔千歲的時候 他答覆一樣 他說如果凡事都看年紀的話 那江慧張慧妹早就輸給蔡依林和姚姚了 所以他認為年輕不是問題 要看能力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他們又非選不可能 先前尤錫坤講過說 他是要逼蘇跟蔡出來選 那現在這兩個人說不選 可是他還是堅持要選下去 是 我想年齡當然不是唯一的參考的依據 如果說年齡是唯一的依據的話 那以後乾脆立一個條文 65歲就自動退休 就不要出來選了 領老人年金 對 領了年金之後我們就不能參選 我想這個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覺得蘇貞昌講江慧這個例子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江慧我們知道二姐他其實在2005年連續拿了世界的金曲歌后之後 他就宣布他不再報名金曲獎以後要把機會讓給年輕人 因為其實江慧的歌聲大家都知道他不需要再有外在的參選 去參加比賽然後得獎再來得到這個所謂的錦上添花 他已經在歌壇上有一定的地位 他應該把更多的機會讓給年輕人 但是蘇貞昌可能只看到江慧 只看到瑤瑤 但是並沒有去想到說 在2005年的時候其實二姐就已經把這個機會希望讓給年輕人了 所以其實不是用年紀來看 而是說現在這些人在出來 他能不能讓這個社會達到一個所謂的感動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所以呂跟游事實上很多人都覺得他們其實應該到所謂的退休的時候了 他們也曾經帶給大家很多的感動過 當時呂秀蓮在桃園縣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他的年代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在你的年代裡面好好的發揮 甚至他也當過八年的副總統 游錫坤他也當過行政院長 他甚至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任期最長的一個行政院長 該他們的表現的舞台的時候 其實這個社會這個時代都有給他們的機會了 我們不是以年紀來限制你去參選的這樣的一個權力 事實上在國外 譬如說像東京的石原聖太郎 像紐約的朱利安寧 他們其實都是爺爺等級的市長 大家也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不是用年紀來區分 甚至上我們在我們的演藝界 其實也有人說 以後是不是要訂一個所謂的張小燕的條款 說像小燕姐這麼資深的 就不應該再報名 我覺得這個都不合理 而是你要去看說 現在你在出來 這個社會是不是還有非你不可的這樣的一個理由 如果沒有讓人找到這個感動的因素 可能會讓人家很失望